民進黨現在在辦這一些貪污 還有腐敗的事情 現在辦到局戲的人馬 這一位是前高雄市的副市長 陳啟玉 台延綠能 這個事情其實已經講了好多年 去年8月的時候 黃國昌還開直播 爆料了非常詳細的這些細節 但是到現在才終於偵辦起來 在昨天繽紛多路 搜索了32處台延的公司據點 那這一位就是前台延的董事長 陳啟玉 那他還有包括他的兒子 旗下裡面很多公司 還有包括下包的公司裡面 互相左手進右手出 掏空了台延綠能這一家公司裡面 他造成他們公司 虧損高達2.2億元 這麼嚴重的一個情節 但是這些事情 都不是現在才發現的 是很早很早之前 就已經被挖出來 用這種方式掏空裡面 包括左手換右手等等 現在這些人終於長這麼多年 兩三年以上了 終於被羈押近見 終於辦起來 陳啟玉的角色非常非常重要 他被認為是局系的人馬 花媽當市長的時候 他是副市長 而且最糟糕的是 陳啟玉現在光電綠能 到這個南部裡面裂地 很多這些農地 通通變成拿來做光電 但他自己本身是農運出身的 你看民進黨的人多悲哀 一進到立法院 一當官之後 整個腦子都歪掉了 然後還包括其實蔡英文 有多次的幫他輔選 謝榮介說賴清德當上總統之後 很奇怪 他現在查的這些光電案 都是針對英系 那現在到底是辦哪一系 派系到底鬥到什麼程度了 請教楊明 首先第一個 就是這個台延綠能公司這個案子 其實跟最近很多綠營的 司法案件一樣 都是其實發生在 民進黨前一段的執政任內 也就是蔡總統 蔡總統 蔡政府任內 陳啟玉是什麼時候 離開台延董事長職務 他請辭 他是在2021年的2月 距離現在已經3年多了 快4年的時間了 然後這個時候突然要查 他任內的光電這些案件 他是那時候下台 是因為這個案子嗎 那個時候有媒體報導 2021年的3月 就有媒體報導說 是因為蘇貞昌 那時候是行政院長 他對 那時候他設入一個所謂的 餘電共生的案件 有一些trouble 所以他覺得很不滿 所以傳出陳啟玉是被請辭 也就是他是被撤換的 所以他 雖然表面上是請辭下台 但有可能是聽到外溝的事情 把他fire掉 對 那時候可能就有一些風聲了 好 可是這個案子 浮上台面是什麼時候 去年選舉過程 包括黃國昌 包括去年還是立委的陳婉惠 在立法院質詢 包括質詢經濟部說 你們要不要移送檢調 那時候經濟部長 會把相關的立委的資訊 都提供給檢調來去看要不要辦 去年有沒有辦 沒有辦 蔡英文任內都沒有辦 賴清德上任 開始動了 當然跟最近 南檢最近在辦 一些這種所謂的光電弊案 包括郭再欽 最近又被收了一次 其中有一個業者叫蔡清旭 當時陳婉惠去年他們開記者會 就是蔡清旭就是承報這個 所謂台延綠能的案子 而蔡清旭在一個禮拜前被羈押了 所以這一波 所以可能也許有連動 沒錯 可能就是 每一個都連在一起 所以我必須講這個案子 不會稍微顧念一下 他是花媽的人嗎 賴清德又叫花媽 是老大姐 其實陳啟玉不是花媽的人 而且還不算她的人 她只有在2010年 因為縣市合併 那時候花媽陳菊 要拜託她 因為陳啟玉是高雄 縣區出身的立委 她原本應該是余政縣這個家族 比較偏貶系的 所以她一直都不是 所謂的花媽的人 就借重她在高雄市的影響力 沒錯 那個時候把她收編 那時候她是立委 然後收編之後 讓她當副市長 可是副市長注意 她去當副市長 所以她立委也沒有連任了 然後所以她那一區立委 後來被林黛化選過去 所以後來陳啟玉 當然她的後來派系 那她現在到底是哪一個派系 有一度說她是跟所謂的海派 就當初林昆海海董的 那個時候成立海派的時候 一度是比較親近 但是後段 因為海董離開了 後來她是被認為 是所謂的政國會 政國會 對 但是去年因為 她被陳婉會委員 踢爆她的違法農社 她就宣告她退黨了 她還退黨了 所以你看 現在民進黨講這個案子 她說她都退黨了 所以她現在不是民進黨的 好 但重點來了 其實我覺得關鍵在於說 如果今天要查 2021年以前的案子 那2021到2024 難道後面的台延綠能 就沒問題嗎 所以這個案子 會不會還有後續 火一個包一個包繼續燒 我覺得我們還可以繼續 還可以繼續看下去 同樣的案子可能會燒到 其他的不同的派系的人 不過最新的這個發展 這個要繼續請教陽明 你說不同派系那也就算了 可是如果辦到民進黨 黨主席嫡系的議員 那可精采 最新的發展 林宥昌他罷免這個 謝國良剛失敗 這一議才剛結束 沒有想到他的子弟兵 嫡系的 有多嫡系 林宥昌在當基隆市長的時候 他是市長辦公室的秘書 夠不夠親 夠不夠親近 已經親近到變成是 心腹的一個狀態 他居然被辦了 現在是被裁定要羈押 要羈押案情有這麼嚴重嗎 現在掉出來初步的說法 說他本來有兩個助理 其中一個助理離職之後 繼續用這個名義 來申請這一些相關的經費 出估大概七十萬元 坦白講應該不算多 居然要羈押他 他是黨主席林宥昌嫡系的議員 怎麼會辦到這種程度 另外一個立法院裡面 羅廷偉 國民黨的立委 持續在咬 說這個衛福部長 這個邱太元 他有相關的食藥署的人數 人士是民進黨立委去關說 然後還安插了一個民進黨 他們的資深的國會助理 到食藥署裡面去認官 那不知道為什麼 邱太元本來講話 都很直來直往的 被問的時候在國會殿堂 可能是因為昨日他在旁邊 很多事情不知道怎麼解釋 講話結結巴巴 後來這位他滿有經驗的 結巴得非常非常的嚴重 但是衛福部講說 因為這個職位是國會聯絡人 所以這個助理 他有二十年的國會經驗 可以取代他的學經歷 不足這件事情 請教楊明 首先第一個 這不只是嫡系 我跟你講這個張浩瀚 這位議員 他在2011年 就是林宥昌 那時候第一次挑戰 基隆的立委選舉 他就是裡面的公讀生 公讀生 對 所以他那時候 就加入林宥昌團隊了 然後從公讀生 變成市長秘書 就那時候他滿鄉樂學 法律系畢業 他想要為基隆 這個鄉親來奉獻 所以從2011年 林宥昌選立委沒選上那一次 他就加入林宥昌團隊 2013年他再加入 林宥昌的團隊 去選幫他服選所謂的市長 所以選上之後就進到 跟著進入市府當秘書 所以是絕對100%的 林宥昌職帝兵 然後2018年他選上議員 我必須要這邊講 你說這個70萬 為什麼只有70萬 因為一個月公費助理 我們的現在 明年會調漲 今年以前 都是一個月只有8萬塊 一個月8萬 縣市議員 那如果請三個助理 就是8萬去分 就不夠基本工資 對 所以其實現在的 這個議員的公費 70萬可以說是好幾個月了 可是我們講 1萬塊也是A 所以詐領這個部分 有需要到積壓嗎 像高宏安他一審 你看他如果被認定 是詐領這個費用的話 他一審12萬 認定的犯罪所 12萬判7年 所以關鍵是在於說 最重到要積壓這個程度 因為是用貪污 因為這個詐領是屬於 貪污治罪條例 他就是五年以上的重罪 那我再問一個問題 黨主席 不看看黨主席這個身分嗎 所以不管是前面的陳其鈺 到現在的這個 所謂林又昌的子弟兵 而且林又昌當初 罷免謝國良 跟這一下 短的秘書長 對 秘書長 他是第一個 那時候他說 我們連署 他主動說我的服務處 可以讓這個 罷免謝國良的 這個所謂連署處 可以來協助來罷免的 第一個 對 他是第一個議員 說我要想應 民進黨在地議員 不是都是民間團體 跟這個民進黨無關嗎 對 他就是第一個 挑出來說 我這邊可以連署的 所以就被視為說林又昌的 自己貪污 然後就是要去罷謝國良 所以我說這個反差很大 但是我必須說 現階段最綠營的 很多政治人來講 就人人自為 什麼叫人人自為 就是說不管陳其鈺 這個張浩瀚 他不管你的關係 親疏遠近 你只要是你在民進黨裡面 你作奸犯科 可能被人家抓到的證據 被檢舉 被告發 告訴你現在檢調全部開綠燈 先辦了再說 先辦了再說 但是後續你會不會 這個之後有一些什麼 特殊的待遇我不知道 但是目前看起來 現在很多綠營對賴政府 他的感受就是說 每個人都毛毛的那種感覺 開始比劈出來 可是如果你沒有做壞事 不用擔心 問題是民進黨裡面做壞事的 比例滿高的 這個我不知道 打上一個問號 我們看檢調 我們看檢調會怎麼辦 當然我覺得有 你犯了錯 如果你今天真的查出來 真的有這樣的問題 那你該付的法律則就是該付的 好 不管藍綠 如果從真的很清白的 現在就不用那麼緊張 但是如果像陽明講的 過去有一些問題要 這個還代查的話 可能接下來就會開始覺得 毛毛皮皮抓的 那柯文哲的案子裡面 有人開始挖出了 柯文哲的爸爸11年 接受TPPS的訪問的時候 他曾經說他非常的反對 柯文哲當這個政治人物 他希望他當一輩子的醫生 爸爸說因為你從政的話 沒有辦法平安的過一生 當醫生就可以平安度過一生 這樣比較好 其實我覺得傳統的長輩 應該都是這樣一個心情 有人拿當初的說法 跟現在對照 就會覺得不聲唏嘘 那現在偵辦的案子 過程當中裡面 因為大家都覺得說 柯文哲繼續辦延壓的 這個機率非常非常高 那今天都有第九次的 提訓彭政生 還有包括剛剛審慶金的 這個積壓庭 已經在剛才正式召開 到底會不會延壓 很快就會知道 包括彭政生 是不是也會被申請延壓 這個很快也會有一個答案 不過關鍵大家會關心的是 柯文哲的部分 但是你現在如果再延壓 檢方始終沒有公開的 拿出一刀必命的證據 這是多方 縱使討厭柯文哲 或喜歡柯文哲的 都會覺得有一點詬病 所以這個動作到底有沒有 壓人取共的一個問題 還有他的正當性 所以今天法務部長 鄭明謙在立法院 就一直被問這個問題 但鄭明謙也真的蠻厲害的 他說這個壓人取共的指控 全部都是子虛烏有 昨天講到 基隆市副市長邱佩玲 也是民眾黨的這個 非常重要的 認為是國師的角色 他說這個外界在講說 柯文哲曾經哭窮 所以透過他跟很多大老闆來幫忙 他說你用哭窮來形容柯文哲 絕對不是事實 柯文哲絕對不會哭窮 但有一個人直接證實 這個人就是立基電的 董事長黃聰仁 他說他真的好倒楣 當時要選舉的時候 柯文哲一通電話打給他 他說需要幫忙 但黃聰仁跟他說 我是挺賴清德的 我不可能直接給你錢 我可以介紹其他電商公司 包案給你們那個什麼 木可公司 然後去做標案沒有關係 我不行 我很衰 我怎麼會出現在 US這個名字上面 黃聰仁還講說 那個US名字旁邊 我沒有數字 沒有數字就代表 我不是直接給他錢 然後黃聰仁還講說 我真的很衰 柯文哲跟我講說他沒有錢 我也相信他 他智商157 能夠騙過我的 應該都是比我更加聰明的 所以我當初就相信他了 所以黃聰仁的一段話裡面 透露了滿多的訊息 算不算哭窮 這個就見仁見智 然後現在的民眾黨裡面有一個 白色的遊記兵團說要起義 要用木劍 竹刀 琴拿術 要練武術 要借高雄市的黨部 來借一借這樣子 但是這個說法 民眾黨的地方黨部 立刻出來講說 那是個別的黨員的行為 他們不鼓勵這樣子 但是這一些人就講說 我們是義勇軍 義勇軍就代表不歸你管 所以等於說沒有辦法 約束到這一些人 請教玉峰 對 好 我們現在來講的話 真的希望是柯爸爸 可以身體平安 健康 因為他現在來講 他的病情已經變成 柯美蘭跟蔡碧如 兩個在討論交鋒的一個重點 當初來講的話 因為第一次選舉的時候 台北市長選舉的時候 柯文哲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有注意到 媽媽這邊是滿支持的 柯媽媽感覺上就是 鄉前窮的 他爸爸就是希望說 可以平安過一生 你想想看 你栽培一個小孩 你先不要看他們前面 是228的一些狀況 你栽培一個小孩 可以變台大的醫生 當然希望他平安過一生 現在來講 有司法訴訟的關係的話 真的是你很難去解釋 後面該怎麼辦 如果說要延壓的話 希望大家現在給北檢 一個壓力 你現在圖利罪 你看前面這個審訊經驗的 延壓的一個書狀來說的話 你圖利罪你已經把它認定 沒問題了 北檢已經認定柯文哲 圖利罪是沒問題的 你在兩個月內 你不用這個方式把它起訴 你又要再延壓兩個月 你延壓兩個月 你就要給大家一些乾淨的東西 錢在哪裡 金流在哪裡 你要用行費 收費來辦 你才有需要再延壓兩個月 如果說還是你 假設下禮拜提出延壓的 這一些過程當中 他會告訴大家 會跟社會來溝通說 我們要延壓 是其實我們已經有抓到 初步的金流了 只是我們需要更多時間來查 比如說已經知道的USB 我們要看今天審訊金 今天嗎 審訊金 這個事情來講的話 審訊金跟應小威 就是拔草關風向的草 丟給院方 院方你能不能吞 如果這個你就可以接受的話 對於柯文哲主席的話 我的這些書狀 我不會再增加 反正他們都同案被告 幹嘛再增加 但是如果今天需要補證 北檢需要補證的話 那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你這些新證 你沒有辦法 你這些證據 沒有辦法說服北院 所以柯文哲主席 他的研壓的一個書狀 就一定要有東西了 那我倒過來問 等於說如果北院 同意他們研壓這些人的話 等於說北院覺得說 我看到這些證據有說服我 對 有說服 因為為什麼院方來決定 能不能夠繼續積壓 那就是因為說 我今天北檢起訴之後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鄭明先生今天有講一個重點 你積壓的 大概90%以上都會起訴 但是起訴並不代表定罪 所以現在來講 院方他為什麼會比較謹慎 你到最後如果是在我手上 我把你壓了 我最後判你無罪 這要國培的 這要國培的 然後大家就會忘記北檢 我覺得國培可能還其次 被出征到爆是真的 對 然後大家就會忘記北檢 北檢的檢察官 就到二省的去了 就到抬高檢去了 這個不關我的事 立庭也是公訴組檢察官去 跟北檢就沒有關係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北院其實會滿盯金的 你不要想把這東西丟給我 他每一道環節都非常小心就對了 對 他會非常非常的小心 因為到時候如果真的有什麼鍋 真的有什麼問題 因為現在北檢你會看到 扮得有點卡卡卡的 如果說真的有什麼問題的話 你到最後北院來背的話 北院是肯定是背不下去的 所以這個禮拜到下個禮拜 是發案情非常關鍵的一個觀察 今天就算是關鍵了 今天就自為關鍵 你就看神信金 所以要看晚上的結果了 對 如果神信金 如果對檢方來講 最好的狀況 就是順利把它給壓起來 壓起來之後 後面就沒有問題了 你硬小偉一路啪啪啪啪 那柯文哲主席因為是同案 大家就把它拉在一起了 我們再來看邱佩玲跟黃松仁 其實很多的細節 就在不經意之間就透露出來了 今天邱佩玲再怎麼說 沒有哭窮什麼什麼的 黃松仁就說得很清澈 你親自打電話 然後黃松仁告訴你說 我不習慣用現金 不習慣用現金 之所進退你也差不多好了 不然這樣 反正政治上就是這樣子 你挺我 我們就來當朋友 你不挺我 你都講到這樣子了 你覺得他真的有可能 不習慣用現金嗎 你在當下的時候 你大概就知道說 人家就是婉拒了 他不是說不習慣現金 他是說我挺賴清德 我不能直接給你現金 對 好 後面還有一個重點 重點就是說 為什麼黃松仁要跳出來 為自己喊冤 你以為他在乎你我嗎 他只在乎他的股價 他從過去以來 他只在乎他的公司 在乎他的股價 為什麼要特別 具細迷移的把接電話 我覺得還有一個重點 他要講給賴清德的聽 沒錯 賴清德不要懷疑我 他可能在賴清德總統前面說 你說 我跟柯文哲 參不夠水不流 結果大家怎麼 你可能要標案 你參不夠水不流 為什麼USB有你的命令 我覺得這個後面 可能是重點 所以進來講 不管邱佩林 不管黃松仁 大概很多的細節 在這些大老闆的言語之間 你可以看到的一些 我們平常遇不到的一些狀況 好 大老闆擔心的事情 但我們擔心的是我們的Bud 現在蛋價越來越便宜 便宜到一個不可思議 早餐加一顆15塊 但是可能加一斤賣25塊錢 差這麼大一個狀況 也講了好一段時間 蛋越來越便宜 但我們的台北市的民眾 真的一點感覺都沒有 倒是在雲林 有一個早餐店 他就講說 因為蛋真的太便宜了 現在產地價每台金 已經21.5塊錢 這麼便宜 那一顆蛋再給你加15塊 實在是太失德 太沒有良心了 所以他說只要點漢堡系列的 我們通通免費加一顆蛋 但他也怕奧客 所以他特別說 你不要跟我說你不要蛋 所以你要退15塊 所以他特別講說 因為是送的 不會額外的退費 謝謝大家 他已經預防有奧客了 一定有奧客 他說我不要蛋 那你要退我錢 然後包括詹江春 這個國民黨的議員講說 台灣房價很貴 雞蛋產地哀鴻片 早餐店加蛋卻沒有比較便宜 還不如滾到中國大陸去 不滾過去的話就是傻子 我不知道他是反諷 到哪一個層次 總之他現在被簡化說 要滾去要去住中國大陸 那你就去住 但我覺得他看起來 是反諷的一個說法 那蛋價崩到什麼程度 這是台中市散揚市場 散揚市場代表什麼 已經是零售了 已經是婆婆媽媽在買的價格了 現在白蛋一斤是25塊錢 這麼便宜 但台北市 各位你自己問你 大台北你的早餐 加一顆蛋多少錢 有良心一點可能10塊錢 但很多人是 到現在還是15塊 當然 對 還是15塊 但這落差也太大了吧 所以北市的 蛋山官會的理事長說 現在是因為蛋太多 我們要消化 要出清 所以他不會一直都那麼便宜 他只是一個短暫的 所以賣早餐的講說 他是浮動的 還有很多的原物料 所以我們不會你現在看到 好像很便宜 他就非得降不可 總之就是一句話 不會降 然後還有包括民眾說 去台南的海南商圈 那邊很多的居酒屋 結果我看到照片我也很驚訝 這一支居酒屋裡面 四串牛肉的跟雞肉的 加起來四串居然420塊 然後還仔細看那個牛肉 它也不是特別的嫩 什麼肉很多什麼的 它就是一般的 比較瘦的這個牛肉 雞肉看起來應該是雞腿肉 就這樣子四串要420塊 所以網友說 這個比肯丁還要更加離譜 但業者對於這個事情 上到網路他覺得很冤枉 他說我們賣這麼久了 賣了十幾年 從來都沒有發生過 這樣的糾紛 後來市政府還特別去查 他說人家密碼標價 標得非常清楚 而且直接告訴你 他的價格就是這樣子 所以他們說這個店家沒問題 尊重市場的機制 那昨天有特別講到 彰化的深港有一位富人 他自己獨居一個人住 但他九月十月電費居然 一萬七千多塊 跟七八月差了五倍 七八月才三四塊 七八月其實那個時候 也已經有開冷氣了 後來台電還特別跑他們家 看一下說阿嬤 你一個人住怎麼開三台冷氣 三台冷氣裡面 只有一台便品 所以阿嬤 你可能要想辦法冷痛一下 把你家的冷氣做一個調節 一個人住不要開那麼多 這個冷氣就會換一個比較新的 可以節電的 這個要請教楊明 首先第一個 像雞蛋這種價格 只要它今天漲上去 基本上就像是變了新的情侶 回不去了 你現在說 蛋價很便宜 越來越低 沒有 有時候情侶還會複合 沒有 我說變了新的 不是複合的 但是他強調為什麼 他說沒有辦法再給你這個降回去 他會跟你說電價上漲 他會跟你說明年工資也要上漲 每年基本工資都在調 可是他漲價的時候 是跟我說蛋價的關係漲價 他還會跟你說租金也在漲 還有什麼原物料 醬油 什麼鹽巴 什麼都在漲 他說我這個雞蛋 就算這個成本降一點 我還是虧本賣 每個老闆都會這樣說 講得出虧本賣 但是就算今天 你看有一家良心的老闆說 我們漢堡免費加蛋 但是你會真的從台北跑去北港吃嗎 不會 如果去北港玩順便吃一下 像雞蛋這種就是說 你一定是臨近消費 你不可能餵了一顆便宜雞蛋 跑去大老闆跑到外縣市去吃 所以這個還是我覺得 看商家的良心 但是詹江村議員 他的說法他是在嘲諷 他是在嘲諷 但是我很怕 他因為講完這一段 被磨紅 被國安部門用反滲透法去辦大 我很怕這個高層沒有幽默感 但如果他被辦 他反而變英雄 對 當然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我們現在這個蛋的問題 如果短短兩年內 從高峰又到低谷 我們的這個到我們所謂的 我們的蛋已經變期貨了 蛋的供銷 這個就等於是出了一些問題 我覺得這才是大問題 再來講台南這個 其實因為它是店面 第一個它店面 它不是像路邊攤 第二個它是 如果今天像州長 你到一個居酒屋 點一串串燒在台北 一串肉串大概也是80到100塊 這個價格 差不多 所以你說這個價格 你說有特別貴嗎 我覺得還好 有些像台北 你點一串 他剛才講說 有的牛肉一串可能要到200 兩串可能要到280 意思是說它已經算便宜了 它有分肉質的差異 像牛肉一定會分什麼prime 什麼不同的這種 所以如果今天消費者 它有標價 而你也去點了 那你還去嫌它貴 那我只能說你自己當初 那台北有沒有可能說 我可能以為你說100多塊 可能是一串 可能是整隻雞腿都在上面這樣 這麼大一串 結果來是六三小口 當然我覺得這個就是變成說 見仁見智 大家可以去評價 但是這個跟所謂的黑店 是有一段距離 因為它是有明碼標價的 至於這個店 我覺得這位彰化的婦人 其實賺到一件事情 有專人去幫他檢修泡電 至少我跟你講 這公本費算是省下來的 也算划算了 不過有問題 大家看我們現在台電 這個董作的 還有包括總經理加薪 一口氣加四成 這個之前討論過了 但不知道是不是 為了讓這些高層加薪 不要這麼好像 是不是他們獨自專有的 所以連基層都一起加薪 基層加薪的幅度 1800到3000塊 一個月增加 但讓我看到掉下巴覺得羨慕的 不得了的是 他的這個加薪 居然可以回溯到到職日 假設這個人到台鐵工作 已經超過十年了 我每個月加薪3000塊 要往前十年加 怎麼有這麼好康的事情 太羨慕 太嫉妒了 然後還有包括 我們感到這個有關交通卡位 有一對情侶 這個跟人家講說 他們剛好兩個人情侶的位置 中間卡了一個陌生人 所以要跟這個陌生人 協商一下說 我們是不是可以跟你換一個位置 他本來要換 但情侶不經意講了一句話 說我們定位的時候 故意一個人定一邊 因為我們以為 不會有人單獨去點這個位置 那我們這對情侶 就可以霸佔了這一整排的位置 所以就讓這個 被要求要換的網友 覺得心聲不滿 但很多專家也告訴他說 飛機的位置不能私自調換 因為如果就發生空難 這個保險公司可以拒絕理賠 說你已經換了位置 我沒辦法確認是你的身分等等 還有包括美聯的 聯航也被爆料說 他們曾經有出狀況 機組員休息艙故障 所以他們公開的呼籲大家 是不是可以自願的讓座 大概這個新台幣4.8萬元 或者是7.5萬的這個里程 作為補償 但是都沒有人要讓 所以他們就直接威脅了 如果沒有人要讓的話 所有人通通請下飛機 搞了兩半天 最後他們協商 浪出了幾個位置 中間也折騰了一個多小時 但是想說這個聯航 美聯航怎麼這麼的一個囂張 請教玉峰 好 我們先來講 這個台鐵之前就有知道 董作跟總經理嘉欣四成的新聞 其實我覺得真的是 還是要講一次 這個真的是不好 這個社會觀感 真的相對剝落感很重 然後基層的話 真的尤其是駕駛員 台鐵的駕駛員是真的很辛苦 嘉欣是應該的 但是我覺得那種 可以回溯到到職日 這個真的很令人羨慕 因為我們在媒體 其實比較少加薪 一個月三千 一年三千六 對 三萬六 三萬六 三萬六再乘以十年 三十幾萬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神奇 我也不太知道說這個法源 如果很多人還待三十年的 就一百萬了 這個我覺得 這個法源我也不是很清楚 這案子到底是怎麼過的 對 但是沒關係 反正如果基層有 我們多安全一點 然後這個班次來講 那你加了之後就不要誤點了 對 網友都是這樣講 就是說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因為還要再繼續看下去 因為你要回溯 這個是我們比較少看到的 第一次聽到 對 第一次聽到 因為你這樣子回溯下去的話 大家 然後大家加薪也跟老闆講說回溯 我覺得如果這樣的話 你的老闆可能會給你判斷 就不會加了 對 就完全不會加了 好 那機位這個事情的話 其實我問了很多這些朋友 有空服人員 然後也有機長 其實機位的話 我們先講那對情侶 那對情侶會這樣異想天開 也真的是很神奇 對 你覺得你最後倉單是你決定的嗎 就算你 而且如果客滿一定會有人 對 一定會有人 而且我覺得這個也很神奇 你中間如果是一個像我這種 比較壯縮一點的話 那你情侶不就很尷尬了嗎 所以我覺得你不用想得那麼 而且重點是他們還敢講出來 他們會有這個想法 可能他們就是社會力量 沒有那麼強 然後就講出來 至於說保險會不會理賠的話 其實這個來講的話 就要看很多的一個情況 我們很多的朋友就是機組人員 他就說通常如果有需要的話 還是會幫大家換 因為在飛機上面 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狀況 然後在那種情況之下的話 他會主動來幫客戶來換 只是說你千萬不要想說 左邊一個 右邊一個 一個走到一個窗邊 你就可以霸佔一整排 倉單不是你決定的 絕對不可能 在飛機上面還是要乖一點 更多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兩岸之間到底作戰的準備 現在的進度是如何 很多的開始討論 所以台灣的農業部裡面 公告了一件事情 我們戰備的儲糧 非得超過三個月以上 也同時間告訴國人說 我們現在的能量 有辦法超過三個月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但是大家民眾好奇的是 如果你真的要打仗 我們現在把家底 直接灯光出來 落在陽光底下討論說 原來我們可以動三個月 那如果老共知道的話 那我就蟒蛇哭你三個月 我不就是你就沒完沒了了嗎 這到底怎麼回事 農業部告訴大家說 稻米的庫存不可以低於三個月 那我們投入的是 乾薯 大豆 短期的蔬菜 這一些是可以很快的 重新再來這個 更收的 所以要用戰略性的 這個更做的方式 現在也分散到全台的 這個17個縣市 161個鄉鎮 不能過度的集中 所以現在作戰的準備 已經到糧食的 這一個狀況 包括外島的戰備存量 現在也要調整 要增加到100天以上 大家還記得嗎 之前在我們的外島 馬防部說他們缺肉 所以阿兵哥還跑到海邊 去寫字要跟大家講說 我們是缺肉缺糧的一個狀況 但是現在不能缺 要超過100天 而且還包括原本是 加熱式的餐盒 價格還滿貴的 240塊錢 可是未來要用簡易的 即時包 什麼叫簡易即時包 價格要低到40到50塊錢 連加熱都不要了 立刻打開就可以吃 然後非常便宜 所以現在作戰的那個戰鬥力 直接的感覺 非常非常的強烈 但是有一些專家講說 要吃飽也要吃得好 你不要只有顧得方便 到時候吃不好 吃得爛 沒有力氣打仗 怎麼辦 還有包括逢甲大學的 陽明縣這個教授也講說 那你要想 你現在說三個月夠 或100天夠 但到時候有搶食物 或者恐慌的時候 你有沒有把這一個程度 把它加進去 然後顧力總被問到說 現在大陸的航母航空母艦 行進我們台灣海峽 有沒有可能像蟒蛇一樣 把我們困住 他說國際不可能做事不管 我真不知道這句話的底氣 到底是哪來的 不過部長大概也只能這樣講 遼寧艦穿越台海北上 沿著台海中線 這個直接上來 大家想說這個蟒蛇 是不是用這樣的訓練方式之一 那之前講力艦逼演習 現在有被發現說 當天大家國防部告訴我們 說他們提早一天 就已經開始做相關的準備 但是現在有人被發現說 到當天早上人家開始演習 新聞都開始鋪天蓋地的來了 在官址部10點 才急召這些官兵回去 顧力雄的說法很有趣 他說可能是這一個指揮官 他覺得有需求 所以把他召回 換句話說 本來是覺得不用召回的 指揮官太緊張了 突然間把他召回 所以是指揮官的一個問題 國防部六軍團 有說他們有補架的相關規定 台海最近兩週有 包括力艦逼的演習 包括美國跟加拿大的軍艦 穿越台海 所以我們現在有各種的 這一些狀況 台海的狀況是比較複雜 請教楊明 首先第一個 就是說這個所謂的戰備存糧 你分成民間跟軍隊的 這其實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農業部他管的是 所謂的民間的安全存糧 不管今天發生災難 還是戰爭 你都這個所謂的糧食供應 要無餘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所以依法是這個三個月 但是我們今天也有這個叫做 能源的安全供應期 天然氣 你記不記得上個會期 我們在經濟委員會 我們的招委說這個叫國家機密 所以請中油台電 他們不要講 結果今天在國防外調委員會 我們的國營會的長官們 就說了 他說八天 現在是八天 然後 我們的天然氣是八天 八天 然後未來會如果擴充這個所謂的 他就說十幾天 怎麼變八天 依法應該要到十四天 對 他說我們今年是八天 那未來如果 八天 所以他只要困八天 我們就完了 未來如果天然氣的接收站 擴充會到十四天 所以 所以他意思說 接四接五趕快蓋這樣 所以比起糧食 我覺得我們的能源問題比較大 八天太恐怖了 之前都說十幾天 怎麼只有八天 能源問題比糧食問題大很多 但我覺得他是要鋪排說 接四接五趕快別擋了 對 他們當然是希望用這個方式 那至於這個國防部 老實說我覺得軍隊要吃什麼 如果真的發生戰爭 你還挑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我們 不過我覺得他的意思是說 現在連加熱這個程序都不用 打開直接吃 對 我們最希望的其實是 不要發生戰爭 但是你不能不備戰 就是說戰備的這些需求 是要有的 但是最重要目的是不要發生 所以像顧力雄部長 他講的這一段 他說因為台灣海峽 是一個國際很重要的航道 所以如果這邊發生戰事 影響了這個航道的話 相信全世界都會來幫我們 等一下 我們不是蘇伊士運河 連這個所謂的紅海危機 發生的時候 全世界 確實美國他們會去幫忙 會去出力 後來有增援 但有一段時間 當然是避之為恐不及 重點是因為他這個航道 一旦塞住了 要繞 要從南非 繞直布羅頭 然後這樣繞一大圈 在台灣 不然就從太平洋外圍繞過去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成本 老實說 你說這個國際 真的就不會做事不管嗎 老實說我覺得這個對 顧力雄部長 對自己的話要有自信 要很有自信 至於這個 為什麼十點才召回 這個其實關鍵在於說 如果前一天我們就掌握了 遼寧艦的動態 說已經從台灣海峽 往東部海域了 那不就我們理論上 我們的國安或是說 軍情的系統 應該要卻掌握到隔天 應該就是所謂對岸 演習的時機點 這時候我們不就應該要 該召回 該這個什麼樣的 就應該演訓的 就要準備好了嗎 結果沒想到是當天 甚至可能國安會議都開完了 然後你才召回 那是確實會讓你有點奇怪 到底有沒有做好準備 感覺好像是不像 原本說的那一個版本 還包括現在警察調訓 要做戰術的緊急刪犯照顧 所以大家想說 警察調去也要做 當作戰的準備 被調訓了1212人 不過不管是警 或者是我們的消防 都說這本來就會做 相關的一個訓練 國安局現在也講說 共軍網路的空間部隊 已經鎖定我們名聲 聽起來好像會針對 我們的電信 能源 交通 打仗的時候 就會主動的奪取控制權 大陸現在也有穿海之旅 世界最長的海底高鐵隧道 在今天開工 總長是16.118公里 從舟山到寧坡這樣的一個 所以對岸的這些相關的交通技術 真的是超越台灣滿多的 但是另外一個是台積電 現在台積電一直被懷疑 是不是有拿到華為的訂單 台積電很緊張 台積電特別講到說 我們四年前就沒有對華為來出貨 這麼緊張 大家也高度 連投資人都開始 呼籲這件事情的時候 沒有想到我們的經濟部長 沒有幫台積電講話 他只講了悠悠講一句話說 台廠就要遵守規範 我想說台廠遵守規範 你是美國的經濟部長嗎 請教育豐 好 我們先來講 現在來說的話 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在反彈 尤其是我們的警察人員 我告訴你缺額就是這樣 你在路上你看不到警察 那就是見警率降低 就是沒有人要來當警察 你台北市還有首都加急 6000塊 8000塊給你加進去 人還是不夠 然後你現在又搞這些東西 其實這些東西是誰弄出來的 還有之前叫高中生 簽那些東西的教育部跟警政署 大家都說就你國防部 你們自己就是兵不夠 然後你們就東想西想 去弄這些 叫高中生要上戰場 然後叫警察來 這些東西你不要覺得說 你們就是去受訓一下會怎樣 我告訴你 人就只有一個 你今天來說的話 你去受訓 你就沒辦法去處理案件 我告訴你 這都會影響很多的 然後現在的話就是政策 就是往這邊一直走 反正不管 人不夠就到處摳 反正叫高中生也可以 叫警察也可以 然後叫疫情民房也可以 我告訴你 這個到最後都會有很多的問題 警察已經非常的勞累了 你又把它弄到這些東西 來講的話 其實你真的有需要 你就想辦法 就像之前講的 你這個辦公室 然後講說要40萬 你就算一算 你要怎麼弄到這40萬 你不要像 你不覺得現在來講的話 很多警察朋友跟我說 你不覺得現在這樣在征服嗎 以前日據時代 路上抓了來去東南亞打仗 警察來講事情真的非常非常多了 不要再亂搞 然後國安局 我直接跳蹄 我直接問台積電的事情 你怎麼看 台積電我覺得今天來講的話 郭智慧講這句話是 你對外資來講 你台積電就是有 你這種話不就這樣 要遵守規範 因為你沒有遵守 所以我提醒你要遵守 對 你不覺得這件事情 很多朋友都說 台積電已經確定有了 我說台積電 昨天沒有確定有 但是你今天來說的話 你還是產業出來的 你產業出來的 你用這樣的話 你難道不知道說 這句話對外資的分析師來講的話 很多東西來講 你就會透露出一個訊息 對 我告訴你 他不會去搞定一件事情 就是說到底真的還是假的 因為是真的還是假的 重要嗎 不重要 對外資來講 對投資人來講的話 你只要有這個疑慮 我就先跑 不是這樣子嗎 我根本不是 這不是做研究 不是寫論文 說到底有或沒有 你當有這個疑慮的話 外資就會跑 而郭智慧你是業界出來的 你這樣子的話我覺得 你就是硬台積電 他其實應該要更加敏感 反而更加的糟糕 我們更多的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今天全台灣的人都在搶兩個傑 小潔跟傑倫 不知道你有沒有搶到 一個我們現在看到 周杰倫大巨蛋的演唱 在第一次第一波的時候 高達89萬人 要搶15萬張的門票 不到幾分鐘立刻就結束了 很多人的經驗 就是電腦藍色這個小圈圈 一直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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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了周杰倫大概五首歌之後 就告訴你 你沒有買到 很多人買到的是很開心 但是這個狀況 很多人就開始討論了 到底賣票有沒有黃牛 拓源負責銷售系統的 他講說這個已經是動用 一萬多台虛擬機器 最大的頻寬了 未來大概只有周杰倫 可以打破周杰倫 這一次創下的紀錄 還有網友說 用iPhone最新的手機 36000多塊錢的 跟你換四張票 而且要四天都不一樣 都是6880塊錢 如果有這個票的人 其實現在可能比手機 還要更珍貴 因為他可以加價賣 然後周杰倫的網友講說 不然我們去聽周秉倫 就賣餅的那個長得 很像周杰倫的樣子 不好意思 我跟你講 他現在也很紅 如果他開演唱會 你也不見得買的票 然後有網友還製作了 搶票的模擬售票系統 多達200多萬人去搶 但我可以告訴大家 因為他只有15萬張 所以也有100多萬人 你就算訓練了 也是沒有搶到票 就是賺賺賺賺賺不停 但有大明星 五月天的阿信說 我也沒有買到 所以你們不要灰心 包括阿令也說 我也是要搶 不要再來問我 網友說你明明就可以上台去唱 不要在那邊裝 然後很多換票系統 直接告訴大家 我可以加價買 甚至連黃牛直接看過來 我可以跟你買 那黃牛票現在已經喊到一張 30萬塊錢了 我們要打黃牛怎麼打得過去 黃牛直接告訴你 哪一區哪個位置 看台什麼的 應有盡有通通 還包括日期都有 國民黨就想說 那我現在檢舉我要有編號 我還得先跟他買 我才可以去檢舉他 那李遠文化部長今天 開始有半開玩笑說 真討厭周杰倫 因為他 所以我一直被問 然後這個問題感覺好像也無解 那還有包括林聚姐也唱會之前 就有網友說用金膜槍一直按 五秒就搶成功了 網友說這樣也行 但是其實你不是這個金膜槍 很多其實是機器人 請教楊明 當然這個 因為他已經被搶完了 所以我覺得現在我們在講 教大家怎麼搶票沒有意義 現在要教大家防詐騙 黃牛 黃牛你還買得到票 那個詐騙你是錢匯出去 你還拿不到票 所以大家要特別注意 如果今天有人在網路上跟你說 我有周杰倫也上會的門票 因為現在很多人 今天你知道有很多朋友 太開心了就把那個截圖秀出來 可能就被詐騙集團拿去截圖 就把它帶走了 然後就說你看我訂到了 你看我的這個需要是什麼 然後就會叫你先匯款 我看到有些人很傻 他為了要證明說是他搶掉 他把他的身分證放在上面 名字都在上面 沒錯 所以這種圖 就很容易被詐騙集團拿去 變成取信要詐騙對象的 所以第一個要提醒大家 要小心 如果今天有人跟你兜售這個門票 然後要你先匯款的疑慮 都要提高警備 面交還可以考慮 如果今天他是已經拿到票了 還跟你說比如說我們來視訊 來告訴你這個票 也許還可信一點 但是如果你沒有辦法 看到他本人 沒有辦法看到那張票的 我會勸大家要保守一點 但我覺得還是要小心 因為就算有面交拿到票的 結果後來發現那票是假的 因為他喊價 對 因為他喊價會喊得很誇張 現在甚至有你知道有歌迷 他說我要特區的票 你們自己開價 我最高可以接受一張30萬 已經有歌迷他自己願意 就是我直接開一個架 等你來跟我賣 所以我必須說 為什麼黃牛會有這樣的市場 某種程度我們的文化部長 變成是他好像無能為力 我們這個就變成是 好像黃牛予虛予求 其實我覺得他開這個玩笑 我覺得一點都不好笑 因為你拿不出辦法 然後你就說你討厭周杰倫 對 可是除了這個 我跟你講不只周杰倫 其實除了使用所謂的實名制 購票以外的演唱會 幾乎都會碰到一模一樣的問題 我剛剛看到一個最新的新聞 說有黃牛直接在網路上嗆 說拜託你抓抓我 我好想被你抓 還有包括有網友大量的 是出征周杰倫說 你不敢實名制 你就是重放這一些黃牛 對 當然我覺得每一個 唱片公司有他們的考量 因為實名制 比如說如果今天是外國人 他要怎麼用實名制來參加 所以會有一些 這個不同的考量點 因為你要知道像周杰倫 很多也許香港的歌迷 馬來西亞 東南亞 都想要來台灣這一場 所以我覺得這個實名制 也不見得是唯一的解方 但是 但是 還要提醒大家一件事 現在還有一個新的詐騙 他會說周杰倫的演唱會 在徵工作人員 然後要你馬上上網 去填你的個資 或者他會跟你說 把你的這個存責 我們要到處匯款給你 那你可能就被詐騙 騙取了 個資 還有你的戶頭 可能就變成人頭戶 小心變成獵人 因為現在還有另外一個 講說這個小潔 獵人 在很多人講 你是搶獵人還是搶周杰倫 麥當勞雖然被大家罵 說他公關操作很差 但是罵又怎麼樣 人家一下就賣光光了 所以一早很多人在搶 搶得不得了 餐點加價89塊錢 轉賣一包就可以飆到 300塊錢 但是有人這個轉賣的時候 PO出了一整個卡冊 然後網友說 只有網紅可以拿到卡冊 到底是哪個網紅拿出來 沒有 這個請教楊明 當然這一次 這個獵人現在也賣完了 一樣 今天捷輪也沒了 獵輪也沒了 什麼都沒了 大家都不要再 小潔也沒了 現在一樣 我們講現在已經開價了 說有大潔這張卡的 至少賣1000以上 我們講89塊 你抽完這張卡 轉賣300起跳 所以說為什麼這麼多人去搶 我們講有行情 就會有人去買 這一次我必須說 這也是一個成功的 飢餓行銷 因為它是限量的 我們更多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萬聖節到了很多的家長 會幫小孩子做這些 酷手的變裝 但有個媽媽現在被炎上了 因為她把她的小孩 打扮成金童玉女 金童玉女其實無傷大雅 但她偏偏選的地方 居然是媽祖廟 還拿了這個墊字的燈籠 所以大家說 那你這樣不是戴曬戴衰嗎 很多的這些網友 還有包括媽祖的信徒 就去大罵說 你們這樣亂搞 怎麼可以得罪人家的 一個信仰 你乾脆去殯儀館 不是比較好嗎 人家是忠實的信徒 怎麼可以容得你這樣亂搞 這個媽媽後來 本來把文章給刪除掉了 跟大家道歉 但一方面道歉 下一首就要說她要告網友 有這個專家直接告訴大家 有七種人 就算在萬聖節 也不疑伴鬼 包括你犯太歲的 大病未遇的 運勢不佳 印堂發揮 睡眠不足 還有飲酒人士 以及孕婦 不要扮鬼 否則你可能會有 隨運上升的這個狀況 萬聖節也不能太血腥 跟暴露 所以北捷說可以拒載 如果你堅持要進去的話 還要罰你七千五塊錢 過往也有大陸的地鐵 是提供卸妝棉 跟卸妝水棉的 你嚇到人家 日本最新的上個禮拜 他們的JR 有萬聖節的活動 有私宿列車 直接看到畫面 他們特別找人 扮成好像是行屍走路的樣子 就在這個車廂裡面 看起來滿逼真的 也滿嚇人的 扮演這個活動 他的票價也滿貴的 要一萬八百多塊錢 請教裕豐 我覺得這個就是講好的去 真的是滿有趣的 因為你不是突然之間 就被嚇到的 其實我覺得滿沉浸式的 這種私宿列車 我覺得這個是還不錯的 然後回頭來看一下這個媽媽 可是你會花一萬塊去 可是如果真的是 可以去裡面拍一下 我覺得我可以 我覺得真的是滿好看的 當初那都不電影 這演員也滿累的 要這樣折騰一兩個小時 然後那個媽媽的話 那個千萬不要這麼做 因為我不知道 這個媽媽是不是 不知道金童玉女的來由 金童玉女是要 說拿電子應該知道吧 對 可是金童玉女 她是要引領死者到 幽冥世界的 所以金童玉女是怎麼來的 是紙紮 紙紮最後的下場是化掉 你怎麼會讓自己的小朋友 來辦這個 然後小朋友的話 他的原神都還沒有 那麼的完整的情況之下 你形象上這個狀況的話 你會不會招來一些 我們講說玄學上面 講到臨界的朋友 我覺得真的是很不妥 而且媽媽打卡的時候 她是自己PO到爆料的 她不是說我偷在臉書 然後被發現 她自己PO到爆料公社還講說 我這麼認真打扮 看怎麼都沒有新聞來採訪 就中了 現在都來了 然後她那個去 不知道是備案還是報案 因為已經到了派出所去了 真的有去派出所 有 還有去派出所 但是希望她不要真的去提告 因為這個事情 你再扯下去有沒有 你想想看 你上了新聞 你上了爆料 就一定會上新聞 上了新聞 然後你又去提告 然後提告之後 小朋友又會受到關注 你不要說現在都馬賽克起來 我告訴你 大概那邊的朋友是誰的小孩 學校那種大的那個賴群組 很可怕的 很快大家就知道了 你說對小朋友來講 又是另外一種傷害 但是回頭來講真的是 因為小朋友不懂 你不要覺得這個媽媽想紅 然後就把它弄上去 我覺得對小朋友來說 真的是很不妥